并且英雄本级非常高的兽人面前 顽强地生存了下岸 牛虎人酋长果然被恐惧魔王限制了很大的发挥空间 我们看到大部分时间都是被催眠的状态 于是今天铃铛起来 恐惧魔王竟然升到了五级 显然在正常战斗中 雷克尔损失掉了大量的部队 从而使得东西到够获得了相当的经验值 丁肺也是升到了五级 损失掉先知 对雷克尔的打击的确是非常的大 单独的一个牛虎人酋长显然是有些势单力薄 我们看到此时牛虎人酋长虽然升到了六级 却没有太大的发挥空间 费龙被逐一的消灭 牛虎人酋长继续处理沉睡当中 阿艾艾尔在卡尔这边 所有的部队已经被消灭殆尽 仅仅剩下的牛虎人酋长一个光头司令了 又斯道不想围杀牛虎人 从而变定胜局 如果牛虎人酋长已经六级了 因为重生技能的话 肯定是不会那么容易被杀死的 重生十四驾 查理在这片已经被血染的大地上 他的再次苏醒 必然又引起一支杀掠 好的 又是一个冲击波 牛虎人酋长被逼到了角落 我们看到达卡尔不断把牛虎人酋长往后拉 以减少受攻击的范围 再次释放冲击波 一瞬间 暂时十只鬼都瀕临死亡 牛虎人酋长果然非常凶悍 达卡尔为了确保安全 已经购买了回程 最后叫冲击波划过 达卡尔在杀掉BossTop所有部队后 点击了回程 不死这边也仅仅剩下两个英雄 一场矿石的大战终于结束了 这场持续了两分多钟的战斗 最后留下的也只是满地尸体 我们看到GhostTop在击战过后 仍然是非常仔细地侦查到了达卡尔 刚开不久的分击地 还是前面所说的 GhostTop的确对达卡尔的研究得非常认真 在强大的狩王面前 仔细地寻找其破绽 有人说GhostTop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巨人杀手 虽然现在比赛还没有结束 但是我想大家也应该会要认同这一说法了 好的 回到达卡尔这边 祭坛在复活先知 而最大的变化是达卡尔已经开始 由空中部队转而发展陆地部队 并且派出苦工侦查 我们看他开始训练狼奇 并研究步兵的狂暴技能 想用狼奇的网来对不死的英雄造成打击 不到目前为止 仍然没有分框的兽人 肯定行驶是不容乐观的 先知已经复活走出了祭坛 而狗stop这边则在地图中央 利用石神石雕像补充魔法制 这显然被在卡尔安插的港校守卫所看见 此时双方并没有太多的部队 在这种情况下 不死足的DK和DL相比之下 应该会稍微占有一点优势 不过金矿马上就要采集完毕了 若这样僵持下去 在双方都开不成矿的情况下 究竟鹿死的水手现在还不得而知 好 赛派又想主动发起进攻 狼奇和强大的双英雄朝地图中央走去 狗stop正在中央服务 比较冲击波长写烈烈 我们看到火力非常的强大 石石鬼两死一杀 而狗stop是运动的利用死亡缠绕 解决掉了一个狼奇事 DK好像被自己的部队卡住了 不能动弹 DK等于两只优势能够咬杀 跳起比较快 又是一个缠绕 解决掉一个狼奇 DK相当的灵活 雷克尔想杀死他 还是非常有难度的 而另外一个英雄 恐惧魔王在死亡缠绕的支持下 估计更难被杀死 我们看到狗stop非常聪明的 利用恐惧魔王 把即将撒忘了狼奇催眠 刺死的生命值并不多的DK 逃过一劫 双方的兵力数量非常有限 不过在这个时候 就是操作的要求更加严格 稍有疏忽 英雄就会命伤黄犬 再次把狼奇催眠 先知所剩的HP不多了 三级的死亡材料 肯定会随时威胁他的生命 死亡材料 先知竟然没有死人 在千军一霸的时刻 然靠眼睛手快地撞下了一个血瓶 恐惧魔王再次催眠狼奇事 以防止DK被网杀 我们看狗stop利用最后的一脸经济 生产了一个证物 总高生命的单位 我们看先知竟然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被催眠了 狗stop把部队都拉拢了过来 围住了 哎呀真是太漂亮了 一场混战中 先知被围杀掉了 恐惧魔王也随之升到了六级 又是催眠 雅畅现在肯定非常的郁闷 真是有历史不出啊 心灰狼奇把牛头打醒 迅速地逃离 又被催眠了 恐惧魔王的催眠对迦卡尔来说起就是噩梦 不过迦卡尔来是用自己优秀的操作 救下了牛头人酋长 又是催眠 形势对迦卡尔相当不利 迦卡尔再次救下了牛头 局势真是非常紧张 我们观看的各位朋友 肯定都替两位选手在捏汗 而场上两位玩家更是容不得半点懈怠 迦卡尔想用这段时间 帮牛头人酋长补血 不过很快就被打断了 迦卡尔虽然在努力地往家里跑 不过亡灵的部队在邪恶光环的支持下 移动速度肯定会比兽人的要快 果然迦卡使用狼骑后撤 网住了恐惧魔王 防止使用催眠 不过狼骑士也因此牺牲了 我们看到牛头身上还有一些不错的道具 如果把他卖了的话 应该还可以换到一些钱 用来生产一些兵力 而另外一边 大量的苦工已经开始了远程的采矿 牛头终于回到了家中 而且又训练出两只狼骑 啊 牛头又是被催眠了 围住了 牛腾球长非常的危险 戴卡也在极力地攻击死亡骑士 哦 牛腾球长的重生技能 在少冷却时间 血脉魔法之的牛头的确很恐怖 牛腾球长再次站立了起来 又是一个冲击波 狗斯特怕兵力损失不为严重 迅速地把部队挽回拉 爱戴卡这边 又是一个狼骑很平血 死掉了 另外一个狼骑 终于戴卡还是操作他逃到里面 狗斯特不趁身追击 想冲到戴卡基地里面 杀掉牛头 我们看他开始踩地洞 而TC终于戴卡又是一冲击波 哇 我看这次 狗斯特不上了非常惨重 牛头的球队已升到了7级 我们看了死亡骑士 也是非常的危险 很有可能一个突然的冲击波 就可以把他送回祭坛 狗斯特不为了轮托起舰 还是把部队都退出了戴卡的基地 而戴卡里是不甘心 就这样失去杀地黑的机会 牛头和极有一只生命的狼骑 又追了出来 比赛这是透人新鲜 狗斯特不定有两个非常能耗的英雄 却也不敢大意 牛头人球长虽然踩着三级的耐久光环 但是还是追不上机动力超强的死亡骑士 唯一的一个狼骑士 也被后面的恐惧魔王所猎杀 我们看了双方都利用农民 来侦查对手是否有开分基地 这个时候仔细的侦查和小心的操作 绝对是同等重要的 来卡这边 仅仅一个牛头人球长 并不敢和对方交火 毕竟兵力还是有差距的 而且责物这种大型的单位 并不是很快就能被击毙 所以我们看到在卡的还是在 耐心的等待着先知的复活 其实比赛打到现在 狗斯特不还是占据了上风 如果不犯什么比较大的错误的话 来卡的是很难翻盘的 毕竟先知复活出来后 没有投购的钱来购买道具 是很容易被杀死 而牛头人球长 一个英雄的确也是很难有所作为 我们看到狗斯特不卖掉了 家中的一部分建筑 生产了一个实相轨 而英雄也来到了地金商店这里 想利用最后一点经济 来购买所需要的道具 好的 他卖掉了传送权杖和能量锤势 从而购买了乌迪和隐形药水 这样更加让 莱卡尔获得胜利的希望变得渺茫 我们看看莱卡尔能否创造奇迹 捍卫自己亡灵杀手的美誉 好 狗斯特不再一次进攻 限制而在复活当中 猫猫猫狗猪释放六级魔法 地狱火 我们看到死亡骑士 死亡骑士被新生产出来的狼奇网住了 爱人非常的危险 幸会刚才追乌迪 不过无敌的时间只有7秒 死亡骑士仍然被卡在了箭子中间不能出来 哦 非常的漂亮 我们看到DK在无敌消失的一瞬间 马上又是用了隐形药水 啊 莱卡尔到冲击波打中了DK 我们看到DK好像只有十几点的生命值 而幸存了下来 狗斯特不肯定吓出了一身冷汗 亡灵的部队杀牛头不成 又推到了基地外面 我们看到莱卡尔也继续生产盲骑 DK还是没有走出危险地带 牛头人酋长随时一个冲击波 就有可能夺走他的生命 啊 我们看到牛头人酋长又走了过来 一个冲击波 非常的危险 我们看到胜负真的就在一线之间 狗斯特不就剩下了DK DL和一个证悟 最后三个单位 那莱卡这边 也将也有双英雄和少量狼奇 最后的决战肯定一触即发 双方再一次发生了激烈的交火 我们看到DK并没有接近收人作战 因为一旦灵魂英雄DK意思 那狗斯特不马上就可以宣布失败 一个长药就杀死了一个狼奇 现在双方都没有了经济来源 每杀死一个单位 就更加的接近胜利 狗斯特不搭起来游击站 想尽量多耗死受人的单位 而莱卡尔的显然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杀死DK DK不知不觉中 升到了六级 这更加增加了莱卡尔取胜的难度 先知又返回到家中 而这边牛头人酋长和狼奇 踩着速度卷轴 也没能赶上DK 面对死亡骑士的高机动力 莱卡尔的显得相当无奈 而狼奇又是那么的脆弱 我们看看莱卡尔能否想出一些特别的办法来诱杀DK 莱卡尔这边又开始了远程采矿 这已经是受人唯一的经济来源 我们看到莱卡尔连药膏也没有金钱来购买 狗斯特并没有等莱卡尔补给 立即又来到了受人的家中 这帮助游里兰 准备硬价 狗斯特在拆寿篮 不过此时 莱卡尔所有的建筑都已经停产 拆到一个寿篮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反而去猎杀苦工 更具有威胁一些 双方再次相遇 虽然狗斯特的部队更具有优势 先知逃出了恐惧魔王的视野 狗斯特果然是准备去屠杀远程采矿的苦工 莱卡尔值得操作苦工逃离 这已经是莱卡尔最后的经济命脉 七个苦工 按照苦工的行走速度 他们肯定是难逃应劫的 第三应该会在短时间内结束 胜负即将揭晓 小地图上受人的双英雄只在不远处 好 莱卡尔全部家当都来到了战场 我不看到狗工也加入了战斗 先知 先知很快就被打到了空雪 哎呀 先知被地狱火再次送回了鸡盘 游泽球长又是面临孤居